小伙伴们大家好,张子怡在跟汪峰结婚后,张子怡也就顺理成章,成了妓女小苹果的后妈,同时也引来了不少争议。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,张子怡就坦然讲到自己的大女儿从小就缺身母爱,所以自己会把更多的爱都给小苹果,甚至是超过亲生女儿鲜鲜。 一直以来张子怡和小苹果相处得十分融洽,两人不像母女,更像姐妹,一家四口可谓是其乐融融。 如今张子怡成功生下二胎,原本的四口小家,生计成五口大家。 这对汪峰和张子怡来说,真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,而汪峰也终于有了后代,想必在汪峰心里是十分感激老婆张子怡的了。 据爆料称,作为家里的大姐姐,小苹果却感到了危机,害怕爸爸有了弟弟就会冷落他,因此就凶醒醒,我不喜欢你弟弟。 不料让一旁的张子怡听到,然而张子怡并没有生气,而是习心跳到,他们都是爸妈的宝贝,这样的反应也是很真实了。 因此可见,张子怡这个后妈也并不好做,那么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